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济 意识形态 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推动国家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新的飞跃 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